agoraphobia 你看這個agoraphobia 聚礦證 心理學的專有名詞都翻得出來 不管是教材還是老師上課的講義 都是原文的 雖然唸台大英文會有一定的基礎 大部分雖然都看得懂 可是還是會有很多 堅僧或是專有名詞 不會的單字 所以需要去查 拿手機出來 然後用手機的軟體查 這當然滿不方便的 因為你唸書會有一個時程 然後你在邊唸的時候遇到不會的 然後你就把手機拿出來 還要再解鎖 打字 然後輸入這些東西 就很容易中斷你 就是中間唸書的時間 最明顯的就是 可以提升唸書的效率 唸課文的時候啊 很容易遇到 健身的或者是專有名詞 然後不懂的 只要這樣一掃過去 它就會直接顯示 它的意思 而且很精準 就不用再浪費 把手機再拿出來的時間 發音很準確 而且你可以選擇 不管是你要音式的還是美式的 音量上你都可以調整大小 很容易忘記這個字啊 你還可以就是 再多點幾次 然後你只要點它 就會再重複唸 還可以把真的比較不會的 或是很重要的字 可能將來會複習到的 就是它有一個收藏夾的功能 可以放進去 以後等你要複習的時候 就再把它點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複習 它可以連結藍牙耳機 你就不會去干擾到別人 音量上你也可以自己調整 最棒點應該就是 它自己裡面本來就有 150萬個單字詞彙 還可以不用連結網路 就是它本身那一件就有了 真的很方便 而且翻譯上 不管是專有名詞 或是各個詞彙都是精準的 不會有那一種 就是翻譯出來的意思很奇怪 或是模擬兩可的那種狀況 而且這支486翻譯筆 由獨家的繁土中文翻譯 連堅深的詞彙和片語 都能精準的翻譯出來 可以提升唸書的效率 不會打斷你中間唸書的過程 本來唸書這件事情就是你需要 很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打開手機或是搜尋的時候 很多廣告或是訊息會跳出來 就會影響你 然後分散你的注意力 如果能更早擁有這支翻譯筆的話 會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打拼的故事 李赫瓦喜陳立民 充滿新奇熱門好物開箱的 486系列之好物開箱秀 在486看見有故事的人 About us 立即按讚 訂閱 分享 486投稿 天天都有新故事 帶你跨越不同世界